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 美国打压中国的法案一个接一个 经过一年多的谈判协商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一项 旨在阻止中国敏感交易的重大法案 待川普总统签字后即可成为法律 以审查和限制中国来美收购公司购买房产等活动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该法案将扩大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和资源 外国投资委员会是审核外资收购美国企业交易的跨部门委员会 该委员会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建议总统阻止相关交易 该法案规定外国投资委员会有权审查 美国敏感设施附近房地产的购买和租赁交易 并有权审查任何旨在规避该机构管辖权的交易 例如利用空壳公司来隐匿潜在买家所有权的交易 该法案最初的版本试图加强对外资对境内和美资对境外投资的审查程序 这不仅影响在美国寻求交易的外国公司 也影响到在海外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 美国商界对此有很大争议 最终版本作为美国企业利益的让步 不会赋予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美国企业海外交易的权利 据华尔街日报建道修改后的法案草案 美国政府将依据该法案通过相互独立的程序 来审查美国境内和境外的交易 根据周三晚间传阅的最新法案草案 此类交易管辖将被纳入该法案 关于加强出口管控的提议中 以防止美国企业通过海外合资企业 将关键技术让给外国合作伙伴 虽然新规将适用于涉及外国公司的众多交易 但是该法案的主要目标是限制部分中国交易 长期以来批评人士不断针对中国 称中国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太大风险 因为这些中国公司可能受中国政府指示 获得政府补贴 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和军事的对手 外国投资委员会法案获得国会两党的支持 并在较早阶段获得了美国总统川普 以及国防部 财政部和司法部负责人等高官支持 现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和众院金融服务委员会 打算在达成妥协后 最快于下周对法案内容进行修改和讨论 之前由于法案遭到商界反对 这两个委员会持自由市场观点的主席 一直不愿意推进立法程序 该法案最初提议赋予外国投资委员会 审查美国企业在海外达成合资交易的权利 但是国际商业机器公司 IBM通用电器公司等一些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 认为这项提议过分了 他们批评法案过于广泛 称外国投资委员会应当和以前一样 只审核外资在美国境内的投资交易 根据参众两院的草案 该法案现在提议 设立一个涉及美国商务部 国防部 国务院 能源部和情报部门的跨部门流程 以识别关键技术 并决定这些技术可以出口的目的地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美国企业通常都会同意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 因为这是进入中国庞大市场的唯一方式 这些美国公司通常会说 相关交易并不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 因为他们不会向中国公司提供任何尖端科技作为交换 这些美国公司已表示 希望这类合资交易能够由出口控制部门 而非外国投资委员会管辖 出口管控流程由美国商务部负责 程序相对透明 而外国投资委员会则是根据每个案例的具体情况来做出裁决 基本上属于闭门决策 去年11月提出该法案的参议院多数党党编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柯宁 上个月在参议院讲话时似乎表示 在这一问题上没有让步空间 他称 从本质上讲 设立合资公司只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涉外并购交易 因此应该由外国投资委员会从国家安全风险的角度进行审查 他还表示 那些批评他的提案的人只是为了追求利润 和柯宁一起提出该法案的 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伯特·皮坦格尔 周四接受访问时称 不能把对该法案的修改视为对美国企业的让步 他表示 恰恰相反 许多人相信这项立法将赋予国防部门和情报部门更大的监管权限 以保护美国的利益 并将对外合资公司纳入审查范围 在外国投资委员会案件中 代表公司的一名知名律师认同这一观点 即美国企业现在庆祝胜利或为时尚早 因为尚不清楚法案提议成立的这个跨机构组织在规定海外合资企业方面会如何运作 这名律师称 这一提议意味着将由另外一家机构评估海外投资 从而给海外投资过程增加不确定性 因为这实际上相当于成立一个微缩版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来评估审核交易 目前美中在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关系日趋紧张 3月份 川普否决了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博通公司 以1170亿美元收购高通的计划 理由是外国投资委员会担心这一交易 可能会削弱这家美国芯片生产商相对于中国对手华为的竞争力 美国还禁止国内企业在7年内向中国的中芯通讯出售产品 此举对中芯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与此同时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对一项拨款法案的修正案 该法案强调了对中芯公司的制裁 这是对川普总统的谴责 川普本周早些时候推特支持该公司 国会民主党众议员达奇·鲁伯斯伯格昨天说 这项修正案可以防止商务部和中芯就像上个月刚刚颁布的制裁再度谈判 鲁伯斯伯格在2019年商业司法和科学拨款法案中添加了这一修正案 国会议员们认为中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不仅违反了美国的制裁 而且涉嫌代表中国政府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 鲁伯斯伯格说 支持这项修正案将向世人表明 美国政府支持美方的制裁决定 也会执行这些制裁 这也进一步阻止了身后有政治背景的外国公司 进一步渗透美国的网络 两党多名议员都表达了对白宫可能给予中芯宽大处理的担忧 参议院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图恩说 中芯有一个不太好的记录 他们已经违反了我们针对伊朗的制裁 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地对待他们 因为他们太不像话 这是一家给美国带来国家安全风险的公司 在批评中芯通讯的人士中 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 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在周四的福克斯新闻节目中 卢比奥称白宫的努力是一个错误 并说中芯通讯与贸易无关 卢比奥还提出了另外一项法案 旨在遏制向中国出售敏感知识产权 并阻止美国政府购买中芯通讯设备 以上是粒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